包含了四位机场清洁员 还有一位防疫计程车司机 指挥中心也公布了 最新的筛检进度 外包清洁人员861人 目前裁剪了695人 防疫车队的司机577人 只剩下5人带裁剪 在病毒的源头方面 虽然知道染疫司机 还有最先确诊的清洁员 都是感染Omicron病毒 但到底谁传染给谁 还需要再理清 这里面我们除了本土的案例 是一个17266 那17266 它主要价是 还是一样跟我们的17 等于是17230 17238 17239 搭乘同一辆交通车 在上下班的 所以在这从17230 但是它因为是我们最 暗号最早的 但是不是由它开始来做 这样开始这样的一个传播 那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定论 只是我们现在用它当做一个代表号 那我们现在这1723 这整体衍生出来的 大概是机场的清洁人员 里面大概有四位 那他们都是搭乘同班次的交通车 那另外防疫检测市长 我们扩大裁检 那我们可能就 华人可能有共用到一些的场所 那也查出这 昨天也跟大家报过的17240 那这里面呢 在第一个案例 我们就知道17230 前两天就我们在做定点的 一些检测的时候 知道它是Omicron 那现在17240也是一样 它也是我们Omicron的一个变异株 那之前定序是还没有完成 那其他三个个案 也还没有就是说是哪一个变异株 那现在我们知道是17230 跟17240 是Omicron的个案 那CT值大概在 我们在第一天测到第二天也测 那看起来只有17230的CT值往上升 换句话说 他已经过了高点病毒的高点再往下降 那其他这个有定出来的 其他三例的CT值都往下降 换句话说病毒量被验出的病毒量持续在加中 那这未来对我们来判定 是哪一个先开始的 有一些的帮助 但不能当作一种绝对的资料 但是在收集了更多的资料之后 对我们再判定整体的传播的一个情绪 会有帮助